然后往下,等于是必须要个标题嘛 那再来就是那个学生的名字跟它的成绩 选取完之后,你在插入里面呢,找到一个直条图 那这边有很多类型,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那自动会产生一个这个直条图 那当然你可以去移动它,甚至你可以去设定它的相关的大小 那它的相关大小,你可以从那个图表区的格式里面 稍微去做一个相关的格式设定 OK,那设定完之后的话,我们把它做一个停止好了 那这边的话,我们再去观察它到底录下来哪一些东西 那这边可以看到,第一个我需要一个什么呢 一个范围,这个范围的话呢,就是我那个图表的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我的ActiveShoot 就我目前的这个工作表,这个图表,图表产生 它们会产生在哪个位置,那最后会有个slide的动作 就是最后呢,这个图表会被选取 然后它这边有个所谓的这个source,这个资料来源 那资料来源呢,就刚好是在我选的这个范围里面 就是A1到12的这个范围 那图表类型 那当然这里还牵涉到几个问题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快速的把我要的这一些资料 这个这个资料呢,做这个图表 那另外呢,在做图表之前呢 我怎么样可以先自动产生一个工作表 比如说按一下这个工作表,按下去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工作表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并且帮我把产生的工作表 分别放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然后呢,本来是这个第二笔资料 那往下,第三,第四,第五,一直在推 一直往下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熟悉一下这个图表的建立方式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